心靈的養生来自于宁静 身体的养生来自于简朴 每天简单一点快乐一点 你已经走在身心养生之道 欢迎收听雨色新养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丹雷乡歌诗团的团队时看 如果我们台湾传统的文化 需要每一个台湾人做回来支持 对保准我们台湾传统的歌诗 要让我们的一台雅各能听得到 看得到美类歌诗 都欢迎你来赞助我们丹雷乡歌诗团 近年度的演出 因为有你的支持 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还可以继续传统 我们每一年度都有穿着的经历 来制作更加好看的发愈 邀请我们听众朋友 大家来当当地的资金赞助 博物电话 逢九五年 九三七三六五 你好 我是雨色 今年我出版了一本新书 瑜伽禅定灵修 一段不可思议的人量旅程 瑜伽是未曾经历的下身力量 灵修人没练过的瑜伽训题 我分享我的生命历程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清楚的知道 修行跟你的身体是可以完全的结合 这本书已经由世子文化所出版 希望每一个走在灵修路上 还有瑜伽路上的朋友 可以亲自来阅读这本好书 于是我诚挚的推荐给你 灵修禅定和瑜伽 都在修炼着共同的能量 我们不应该只为了柔软身材而做瑜伽 从灵修的法门到古印度瑜伽 透过训练身体 蜕变出柔软又坚韧的心 今天瑜伽在空中 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今年的新书 瑜伽禅定灵修 一段不可思议的能量旅程 瑜伽是未曾经历的下身力量 灵修人没有练过的瑜伽训题 每一年我都会出版一本书 这是我的目标 我会尽量的要求自己说 不管是在出树时候或在生活当中 都可以带给读者新的体悟跟看法 就好像我的研究所的教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我用我的生命来写下我的每本书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我的研究所的教授 知道教授南华大学生死系的系主任 廖俊老师 他所写的推荐序 他说呢 瑜伽的这本瑜伽书呢 非常的具有特色 国内的瑜伽书呢 很多都不太强调后面的整体身心哲学部分 只是如列出一些动作 并加以说明 体会法的照片很多 配上了少许的文字就成书了 较少触及动作后面的整体身心灵内涵 这对于瑜伽是整体身心灵学物来说 是非常可惜的 而瑜伽特地的回到了瑜伽的源头 往古印度的身心哲学迈进 这无疑是真正的正本清源的做法 瑜伽的书每每都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不谈空理论 而是结合他个人的生命经验 这是很存在主义的谈法 是从他身心灵的经验出发 因此对读者来说 常常在示范他如何过生活 如何经营生命 这可以给读者很好的启发 引领读者如何在分杂的世界中 做好统整并找到生命的位置 也就是让生命带动生命力 另外语射在书前也特别的提醒大家 不要照着他的书来练习瑜伽 而是要找一个专业的老师的生命 这是非常重要的特色 也是一般瑜伽书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特 体态不同 操作瑜伽的动作是不应该相同 忽略了这一点 没效用还算是不错的后果 有时更引起了副作用 我们在报章媒体上 有时会看见 练瑜伽产生的负面新闻 也是这个因素 这就显出了语射书前声明的重要了 愿世人从此书获益 我自己非常喜欢廖俊玉老师 当然是因为他的研究 还有他对于科学 哲理 对宗教的认识 我的每一本书 都会尽量的邀访他来为我写推荐序 我觉得廖老师的推荐序 其实已经点出了我这本书的重点了 就是我在告诉你的是 瑜伽背后的生命的历程 我在告诉你的是 当你的生命进入到瑜伽 你的生命得以改变 那么你做的动作又不优美 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脚放头上 或者是做出高难度的瑜伽体会法 这个并不是我想要出疏的原因 因为我自己也认为 我不是一个高尖的瑜伽老师 我只是做出了比一般人更漂亮的动作 但是这是用时间来做交换的 因为时间让我的心更加的柔软 今天为每位的听众朋友 特别的邀访到的是 世子文化的主编 玉婷 来跟每位的听众朋友 来介绍这本书 玉婷是我跟她合作 已经有快六年的时间了 她也是这本书的编辑 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你更加的认识 玉婷我也更加认识这本书的内容 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广告之后 再来今天的节目 你好 我是雨色 今年我出版了一本新书 瑜伽禅定灵修 一段不可思议的人量旅程 瑜伽是未曾经历的下身力量 灵修人没练过的瑜伽训题 我分享我的生命历程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清楚的知道 修行跟你的身体 是可以完全的结合 这本书已经由世子文化所出版 希望每一个走在灵修路上 还有瑜伽路上的朋友 可以亲自来阅读这本好书 于是我诚挚的推荐给你 玉婷你好 哈喽雨色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我自己的书 以前我自己的书 都是我自己录 自己访 然后自己介绍 那今天比较特别 今天是请了 世子文化的主编玉婷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谈谈 这本瑜伽禅定灵修一段不可思议的能量旅程 那讲到这本书之前 我想问一下玉婷 这本书是世子文化的第一本瑜伽书吗 这本是我们的第二本了 我们之前 对我们之前有出过一本瑜伽书 那它是 它是一个比较 应该就是说 谈论说跟身体的一些健康 或者是你们在乎的 可能哪边痠痛啦 然后或者是说 你可能希望哪一边的柔软度会稍微好一点的 就是比较是这样方面的 食用型的比较书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们像 就我知道了 好像有时候我们在出版一本书的时候呢 我们都去做一些试调 或者去看看网路上啦 或者是实体的书 店上面 像类型的书 有什么样不一样 跟比较类似的地方 那就你的观察 目前的瑜伽书的种类 大概它有哪几种类型呢 我觉得瑜伽书的种类来讲的话 目前来讲 我比较看的除了刚刚 有一个是非常实用类型 不管它是从 你是要锻炼你的身材的 还是你是跟健康有关的这样子 那另外一方面 也这几年来也有陆续一些 比较是现在 比较现在的人的 他谈你家 但是他比较有谈到一点 跟心灵 跟修行有一点关系的 但是这个比较不多 那还有一种是那种 大师级的 最近很多 大师级的瑜伽书 从比较早期的瑜伽诗星 然后瑜伽书什么到现在 那那个瑜伽 那个部分它就会有 因为它本身是 其实是一个还 已经有一定地位的人 然后或者是他已经是 非常我觉得应该算是 可能你我们一般人要练瑜伽 可是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一点的话 你应该都会找来看的一家书 像我自己在 虽然我没有练 但是我为了老师的一家书 我也把它找来看了 然后找来看了之后呢 因为我弟弟是有在 因为他的工作压力其实很大 那练瑜伽来讲对他是一个 他自己觉得对他自己在心灵 跟情绪调整上是一个蛮好的 一向锻炼这样 所以他自己对 所以你弟弟有在凹心费就对了 对对对对 他有在凹心费 他自己他虽然没有练得很轻 但是他他因为他们刚好 他们的公司算是就是说 有比较不是物美价廉的课程这样子 那他们有安排让他去 就是如果你想要参加 参加公司的那个老师 请来的老师开的课 那觉得对他的身心来讲 是蛮有帮助的 那所以我借了那几本书 回来看的时候 他也就A了给我几本过去看这样子 然后他最近才跟我讲说 今天你们家出了一本 你可不可以也记得 他是因为他喜欢看书这样子 那像雨色这一本书来讲 我觉得他他算是对我来讲 有一点在地话的印象 有点淘宝味了 对因为因为雨色本身 您自己的这个生命历程有 他我觉得有你蛮主特的一个背景存在这样子 那你那这个这个东西 结合一个古印度瑜伽 然后再配合老师自己 在你自己在身心灵方面的一些探索 我觉得他蛮不同的 有一些东西 虽然有一些哲理 其他瑜伽书也会讲到一些 可是搭配到老师自己的生命历程 你自己实际的身体的感受 心理的感受 他又呈现蛮不一样的风貌 虽然是在我觉得 虽然是他很大很大的特色 也是一般瑜伽族可能比较看不到的 我觉得分享的点这样子 那另外还有一点是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就算我没有练瑜伽 也蛮受惠的是 老师分享一些瑜伽的概念 是分享在生活中的 比如老师会觉得 会举例到说你在 你在上课 甚至是你在学习瑜伽的时候 教练跟你讲的一些见闻 或者是说他的观点他的分享 那他有些东西其实是很实际的 落实在我们对我们生活 或者是对我们人际 甚至是有一些我觉得是 你对某一些事物的价值观 我觉得对我都有一些 蛮不一样的观点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在一般的瑜伽书 我也比较少看到 对因为他们 如果你讨论瑜伽的隔离 是多多少少 我觉得有一些书 一定会回去探讨这样子 那这么如此的 落实在生活的层面 比方说你要怎么 你专注当下的东西 你怎么去 大家都在讲 你一定要 我在当下 我在当下 你要专注你 现在生活的那一刻 可是我们有时候 我们所做的 你一直在讲 跟你做出来的 其实就不是这一回事 那比方说老师 你谈到说 领鱼嘉 教练在教瑜伽 然后拍照的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 延伸到我的生活层面 有时候就这样 我们现在吃东西 你就要先拍 然后你去风景 就很直觉的 当然我们可能会觉得是说 那么美丽的东西 我要留下来做纪念 可是偶尔你就会忽略 那我有没有先好好的看看它 然后自己身处在其中的那个感觉 有没有好好的享受你正在吃的那一刻 这食物的接触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是会提醒我们 虽然说你偶尔我觉得再怎么样 我觉得好像真的有一点忽略掉 这一个层面这样子 我自己在看那些 其实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很多的 我觉得这几年可能是因为网络的关系 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个瑜伽 已经慢慢的成为那个全民运动 很多的翻译书都不断的涌进来台湾 那很多的印度大师或者是 当然有些是已经往生了 那有些是还没有往生 那可能在台湾各个瑜伽会管一些年轻的瑜伽老师 他们也开始出一些瑜伽书 那其实这些书我其实大概都有把它翻过 而且因为我在教瑜伽做我就会买很多书 我会发现说除了体位法 当然体位法当然就是你必须要去上课嘛 看书这样也不可能奥了奥起之外 我觉得印度的瑜伽哲理 如果说真的没有这样子一个文化背景 来看这样子一个瑜伽书 比较应该提到第三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觉得对读者而言其实它是有深度的 因为我自己是因为有去接触过 然后因为我的老师也是印度人 那贴了他们一些瑜伽哲理的东西 再回头看这些东西 其实你的感触会比较深 那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我自己走的领袖嘛 那个阅读的书的层次感就会比较不一样 那其实我觉得一般人如果来阅读印度瑜伽的瑜伽书 我觉得是真的有一点点的门槛 但是我在看别人在写瑜伽哲理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有其他人有这种感受 因为它毕竟是格了比方说 格了一个全新的文化 然后还有它整个 比方说以印度瑜伽来讲 它在某方面它也算是一个哲学 甚至是一个宗教这样子 你在它没有它的这个背景之下 去理解它 甚至你可能需要了解它的文化 它本身的文化为什么产生这样子的背景 那所以所以它的确是 你可能可以粗浅的认识 但是如果要更进一步 你一定要去专业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需要 但是它可以帮助你去认识一个 至少基本的某一些些观点 某一些些看法 那因为它毕竟是它的一套的哲学 它毕竟是它的一套的宗教 那所以如果有兴趣要了解的话 我是觉得它是一定得深入的 所以我们来看的确会是有一点距离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华人网路心灵电台 所播出的宇舍新养生 在新养生当中呢 宇舍都会介绍不同的身心灵好书 以及腰房 作者 翻译 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 为美味的听众朋友来介绍 书中还没有说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有一些好书 希望宇舍在节目中来介绍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 希望宇舍来做推广 都欢迎跟宇舍来联络 好的节目 需要美味的听众朋友来支持 好书更需要大家来推广 宇舍电话是 0975256579 来自古印度的智慧 舒缓身心压力的技巧 你我都该认识的 哈达瑜伽 哈达瑜伽是一套 关注于呼吸调息 身心合一 以及灵性提升的瑜伽修行法 透过哈达瑜伽体味法的练习 带领你提升专注力 减少因生活工作 所造成的紧张情绪 同时还能修饰你的体态 促进新陈代谢 在课程中将教导你 静心静坐 伸展暖身 拜日式 以及哈达瑜伽基础体味法 以及变化式 你也想来学习哈达瑜伽吗 在每周二晚间 七点半到九点 在彰化室中山国小 进学楼舞蹈教室 洽询电话 及Line ID 请洽 0975-256-579 苏先生 自己在看一些学瑜伽的人 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 我觉得有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就是 可能就是一些婆婆妈妈 所以他们就真的就像你所说的 他们就只是把他当成运动 然后可能就是下班 像我前 我今年我去日本的时候呢 有五天四夜 那我就特别的安排我去上他们日本当地的瑜伽课 那其实我就是想体验别的国家 他们教瑜伽的不同的感受是什么 然后很奇怪 我那时候刚好是六点还是六点半的课程 然后挤得满满满的 非常的多人 大概有三四十个好多人 然后瑜伽也不大 但是人很多 然后因为他那间是办公大楼 那后来我们去发觉说 应该还有很多人是因为下班就直接来练瑜伽 那这是一个层次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层次就是 我发现很多人练瑜伽 越练啊 奇怪他们的那种 骄傲越来越重 他们可能就是 都会穿很明牌的瑜伽衣服 然后用非常好的瑜伽垫 然后瑜伽砖 然后一副就是很专业 然后一到教室 就是你看他们就直接开始做伸展 劈腿垃圾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会一直很怀疑是说 你们这些人在练瑜伽的时候 你们是用很柔软的心 用很柔软的身材 没有错 但是你心有柔软吗 所以那时候其实有给我很大的一个警惕是说 我自己在练瑜伽会不会越来越骄傲 因为我跟别人的身材不一样 我可能会更好或是更瘦 或是更柔软 我做出一些像 李唐华杂技团或是太阳马戏团的那种 哇很难的动作 但是心有柔软吗 这是我一直在看到 现在人在学瑜伽的那种很极端的现象 嗯我觉得老师看到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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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方面的这个在很多的领域里面我觉得都有一点这种应该算说它是某一方面的人性嘛 就是就是因为比方说以瑜伽来讲好了 他因为这几年来他可能因为他在从比较坚强一点的 他就是他对我们的身心带来的一些好处跟改变 那的确他越来越就是在台湾来讲非常的普遍 不论是可能民事开的课还是说一般运动中心他开的课这样子 那甚至甚至你会看到很多有名的人他可能开始练 练了之后他真的真的是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看节目有一些可能谈话性节目分享的这样子 那就真的会看到有名人他说他开始接触瑜伽之后 他觉得很不错啊 那当然是这个是好的 可是就是你会看到你真的越像老师他讲的这样子 他就会觉得说 我因为要练瑜伽所以我要买这个买这个买那个买那个 这样他觉得让自己可能更快乐更舒服不一定这样子 那那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这就在某方面来讲我会觉得好像 我多多少少在看在其他的领域里面会看到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提醒自己的部分 我们自己的每个人也许某一部分可能就是这样 如果有注意到身心灵的这个部分 他可能在某方面他可以做一些调整 你可能我觉得人以人除非我已经是很厉害的人成到了 但我觉得你无法说你真的在每一刻的当下 你都会提醒你自己真的是非常好的那一面 那当你有那个出来 然后你会提醒自己 或者是你注意到自己可能有稍微缺失的那一面 甚至就是你因为 比方说就以练瑜伽好了 我因为练瑜伽我觉得我好像我已经高傲了 对 你只要能提醒到自己有这样 注意到自己 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蛮大的改变 甚至他 因为你只要会注意到你可能 除非你不愿意台 或者是你不愿意自己更好 不然他其实就是一个提醒 我觉得就是你注意到了好像就会有一点转变 你好 我是雨晟 今年我出版了一本新书 瑜伽禅定灵修 一段不可思议的人量旅程 瑜伽是未曾经历的下身力量 灵修人没练过的瑜伽训题 我分享我的生命历程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清楚的知道 修行跟你的身体是可以完全的结合 这本书已经由世子文化所出版 希望每一个走在灵修路上 还有瑜伽路上的朋友 可以亲自来阅读这本好书 于是我诚挚的推荐给你 我叫楼鱼伟 我是量子天才第二春这本书的一本书 是引戒人 量子天才是这位德国人叫做马克思 他是一个发明家 然后他又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人 他曾经做过印度的和尚12年 然后回到德国以后 他开始是做印度风水 后来就开始做身心灵这方P的发展 那这本书就是形容他如何从一些物理的观念 衍生到能够去做一些人文这方面的现象 这本书呢已经经由易中心出版社出版了 可以在各个网路的渠道 那一点像你们一开始拿到这本书 你们在做编辑的时候 有让你们觉得具有挑战性的地方 一方面是我们要找出这本书的定位 因为瑜伽书现在市面上真的非常多了 那我们那个时候 在编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已经 因为我们跟老师合作了蛮久了 所以在书当中我们是立刻就抓到老师 他跟一般读的不一样 就是一般的瑜伽书不一样的某一些特点 我们比方说 老师你很习惯在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用你自己的生命历程带入 那他这样子 以比方说这个风格来讲 他其实会蛮 我觉得自己会蛮贴定从读者的 就是因为 因为他不是一个完全只是 就是你高高在上教你的那个感觉 因为你有你的生命历程 生命历程可能会有你的挫折的部分 或者是你觉得不是那么好过的那一个部分 然后你怎么可能在某个状况下 你发现说 其实可以这样想 或者是说可能 可能也许还有老师领袖的背景 母娘可能跟你讲 你可以 他有一个提示 或是说 如果一般人来讲 可能某一种很特别的直觉 会告诉你说 你可以怎么做 或者是他会提醒你 可能你要注意什么这样子 那这个是 就是从老师你很实证 自我实证的这个部分 切入是老师在 你自己的书里面 我觉得蛮重要的特色之一 那另外一个就是老师的灵修背景 老师的 其实我们现在 因为基督教还是什么的关系 灵修这个书 对我来讲 已经算是很中性了 他可能会只专职 比方我们台湾母娘信侯的这个部分这样子 还有其他的可能传统宗教 或者是说这个部分 那所以但是 但是比方说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母娘的这个系统来讲 是很台湾族有的特色 那一定会有老师的 接触灵修这块的人来看说 老师为什么要 接触瑜伽 然后他跟 他跟瑜伽的共同点 甚至虽然不是完全 如果就算没有完全一模一样 他可能同样的回归到 在讲 在知道我们变得更 更好 或是让我们 更进步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他 我觉得某一些宗教层面 会有那个 他部分雷同的部分 因为他必须就是 给人 比如说 有些是给某部分的 信仰的安全感 卫界 然后甚至是他代理 引领你走出一个 就是不一样的人生 这个部分来讲 会有他蛮特别的部分 所以老师的这样的背景 我觉得也是这本书 很重要的特色这样子 所以虽然可能如果一般 我觉得啦 如果一般的女家的读者 在看到这个的时候 要怎么让他巧妙融合 或者说让他可以接受 这一块 我觉得是 是我们当初 在讨论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 其实我一直觉得 台湾很不错的是 台湾是一个 很包容各种信仰的 一个岛屿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要至少就是引起 他可能没有这个信仰 但是他可以从另外一个 德学系统 或者是宗教系统 甚至思想系统 来看瑜伽这件事情 那我们是希望说 可以也让不同的 就是一般在学习瑜伽的人 也可以看到这一块这样子 对 他是我们操作的 所以会引起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引起 至少要引起他的兴趣 进去他的兴趣 他有欲望来了解这样子 这是在操作的时候 然后比较常讨论的一个面将 其实我自己在学瑜伽的过程当中 我其实有一部分 当然是就像我书里面讲的 其实我是因为我走灵修 然后灵修有一些灵动的体质 然后有一些灵动的状态 很像在做伸展瑜伽 那我后来才去学瑜伽 那我只想知道 他到底在做什么 那后来接触了瑜伽 那其实还有一个部分 我其实透过我的书 我想要跟我的读者 来做沟通的地方 就是灵修不是只有 在那边鬼鬼神神 说你要带天命啊 斩妖出魔 然后要 就很 这么多人喜欢谈论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回归到 那个身体部分 是你挑战你自己多少 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自己给自己警惕了 因为我看过很多的灵修的人 他可能走灵修两三年 他就可以当老师了 就他到了中年之后 就每个都是胖子 男的也胖 女的也胖 然后最后灵修十几年来 只剩下那张嘴巴而已 就是很厉害啊 讲的就是天花乱坠 但是你要他就是 身体力行部分 他完全不行 然后我就觉得说 就像母娘他今天告诉我的 我们说你必须拿你的生命 跟你的身体来走灵修 让更多人看见 不一样的灵修 当然他也没有说什么叫好跟坏 他只是说看见不一样的灵修 所以其实我想透过这本书 要告诉我的读者 不管是走灵修的啦 学瑜伽 说其实挑战你自己的身体 你才能够挑战你外面的世界 那如果一个人 他连自己的身体都 都没办法克服 那么他的世界 绝对不可能变得很宽广 那其实我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当时的初衷是在这个部分 你好我是雨色 今年我出版了一本新书 瑜伽禅定灵修 一段不可思议的人量旅程 瑜伽是未曾经历的下身力量 灵修人没练过的瑜伽训题 我分享我的生命历程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清楚的知道 修行跟你的身体 是可以完全的结合 这本书已经由世子文化所出版 希望每一个走在灵修路上 还有瑜伽路上的朋友 可以亲自来阅读这本好书 于是我诚挚的推荐给你 我也是这么觉得 其实看老师这本瑜伽书 我觉得你跟我们分享到 蛮多的是一个 所谓的修行 我觉得啦 所谓的修行其实 如果讲的比较切近我们 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活 就是它那个生活是 比方说我们一样要 吃喝拉撒碎 然后我们一样会要面对 我们可能生活中的 某一些些难 那在这些难题的过程中 你是完全只是就是说 我就要逃避它 还是我要走过它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一定会有我们 不管是我们的 我们的难题是来自我们的 可能是身体方面的 甚至是我们的人际方面的 甚至是情绪方面的这样子 它每一个都是 我觉得对我来讲 每一个都是一种修行 因为当你克服了 它你就可能 也许是挫折 是失败的 可是它就是某一种的成长 你会知道这条路也许 对你来讲可能不合适 那你就会改变 你会调整 对 那这跟 我觉得稍微跟 练瑜伽 有某一些共同点 就是说 瑜伽他在练每个动作 一定会有他的 也许对某些人 最简单的动作 对某一些人来讲 对另外一组群人 他可能都有他困难的地方 那你是不是 当然我们是说 不要太强硬的逼迫到说 会让你身体受伤 可是他的确是说 如果你要做到 做到的话 他一定会有他要克服的点 你是 你是完全不是克服他 或者是在当下 你要很用力的克服他 还是 你要一步一步来 慢慢的达到他 都是不一样的路 那在练瑜伽的 你在面对你身体 能不能达到的过程中 他就是一种 你不一样的选择了 那这个选择 这个选择的过程中 我觉得你可能在 你选择放弃 你选择慢慢的 达到那个目标 或者是你一直要达到 可是你达不到 你很气馁很痛苦 这个过程中 就跟我们在面对 你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是 我觉得是一样的 那只是 他会藉由身体 的确借由身体的部分来讲 让你去慢慢的 见识到这些东西 那所以 那可是你面对你的身体 其实是很直接的 因为他就是你自己嘛 对啊 所以他会在 你在练习练习的过程中 你就会看到你自己 的某一些些 不管是好的 坏的 不好的 这个层面这样子 让你自己在生活中做调整 嗯 像我自己在 在教瑜伽的过程当中 虽然我自己也 出很多像瑜伽书啊 塔罗牌书 自灵秀书 其实我并没有很 我并没有很鼓励每一个人 来接触这些领域 因为我觉得不同的领域 它一定有它的 好跟不好的地方 嗯 那我分享一个 一个小小的故事 就是我前阵子去尼泊尔玩 然后在尼泊尔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一直觉得说尼泊尔跟印度人长得很像 而且好像民族性也很像 我也这样觉得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是要搭车子从 呃从尼泊尔的首都到他第二个城市 呃 伯克拉 伯卡拉 第二个城市 然后我们要坐大概七个小时的车子 到达那个城市 然后当了城市的 那到那车 呃车上的时候呢 有一个印度的女生 然后他就是要从首都到第二个城市去自住一个月那样子 然后我们就跟他聊天嘛 他说他是纯印度人 然后反正就是聊印度一些事情什么的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哦 现在他说他他在的那个城市啊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呢 他说那个城市啊 因为很多人去学瑜伽 所以呢 他已经变成一个瑜伽派别了 那个城市的名字就变成是一个瑜伽派别 但是呢 他告诉我说 其实我们当地人啊 从来不练瑜伽的 然后我们就觉得 哈 我们全世界的人都飞到印度去学瑜伽 你们怎么不练瑜伽呢 然后他就说 每一个人都来练瑜伽 但是你知道吗 很多的瑜伽老师 他们本身是不练瑜伽的 就只是要赚你们的钱而已 就类似这样子的话 然后呢 他说 他说很多的真正厉害的老师都已经飞出去了 很多印度老师 他本身可能不是很厉害的瑜伽老师 当然他就是因为大家风靡嘛 所以他都来印度 但是他说他们本来是 他本来就不学瑜伽的 然后呢 他就还告诉我们 他说 其实很多的瑜伽哲理呢 他们本人本身都知道 但是呢 他们没有想去接触这些东西 因为他觉得说 顾自己的肚子就很重要了 那怎么去顾这个呢 他说那是因为你们好奇 你们不懂 所以你们就来这边 但是其实瑜伽 印度本身很多的人 是不练瑜伽的 然后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很 也不能说很惊讶啦 就是其实我听到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像他有讲一句话 他说 其实他说很多的欧美人士呢 他们就来这边 然后大家就开始抽烟啊什么啦 练瑜伽 然后就感觉 好像他们都很懂瑜伽 然后就飞走了 然后就回去他们自己国家 教瑜伽 他说 其实他们真的懂瑜伽吗 他说 其实有很多欧美人士 根本就不懂瑜伽 他们只是来凑热闹而已 来看热闹 然后感到流行 然后摸一摸之后呢 就回去他们的国家 就说 他就拿到那个license 他回到他的国家 就开始教一些工作坊 其实这个现象 其实在台湾 在大陆其实也是 就是很多人不了解 什么是真正瑜伽 那只是因为 臭热闹 想说 最近很多的网路啊 脸书上 大家都贴很多的照片嘛 哇 身材很好啊 倒立啊 然后哇 空中瑜伽 就大家就觉得 哇 好像跟神一样 但是他说 那你们真的懂瑜伽吗 你们飞到印度去 你们知道什么叫瑜伽吗 你们了解瑜伽吗 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从一个印度的女生的嘴巴 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会觉得说 其实我 那个 那个当然因为我进出书 我知道这些东西 那你再一次听到 你会觉得很有感觉 然后像他 那时候我们要飞到 那个第二个城市去的时候 然后他就说 你知道吗 这个城市里面有两个 很厉害的瑜伽老师 非常厉害的瑜伽老师 有一个瑜伽老师 我们知道他 他说他教瑜伽 是从来不练习的 他不练瑜伽的 他就只是动嘴巴 告诉你们而已 他说很多的瑜伽老师 都是这个样子啊 他们本身是不练习的 那你听到的时候觉得说 一群不认识瑜伽的人 他教瑜伽 跟一群他没有在练习瑜伽的人 他在教瑜伽 他能够真正 把瑜伽精神再传达出去 给更多人吗 我觉得这个 这是我出书跟我自己在看这些瑜伽人 来学瑜伽的时候 我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 真的你们知道什么叫瑜伽吗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要去省思的 也是我出版这本书 主持人的目的 对啊 就是像老师在结语提到的那个故事 那个影片的那个故事 还有高中老师分享的那个 的那个 其实我呃 尤其是刚刚老师有讲到 我其实也蛮认识的 印度人他们很多人不学瑜伽 对 然后教瑜伽的老师他没有念 对 然后我就 怎么会这样呢 那因为至少会觉得是说 呃 但是当然就是 这等于就是很多 就是我对 对照在对照在 然后现在 可能还会某一些老师 某一些那个 大概就是说 他自己可能觉得好像 其实有很多老师 我觉得他可能 说摸到一点美感而已 我说的并不定是练瑜伽的啦 就是不管是 心身心灵类的老师啦 宗教的老师啊 还是什么其他的 就是他们 可是他们实在是很会说 说的你头头是道 你就觉得好像真的是 那么一回事 对对对 就你很容易 很容易 除非你有很坚定的 就是你会自己是 就是懂得去思考的 或者是你懂得想要谈求的 如果你只是真的是 只是听而自己没有实践 甚至你自己不去想说 你听到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真的很容易就 你就相信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世子文化的主编刘信宏 今天很高兴来为各位介绍一本 非常抗教的书 《生酮致病饮食全书》 为什么这本书会受到 生酮饮食的爱好者 他们的所推崇 而且一些期待 因为他这本书里面 等于算是一个 生酮饮食的人的 一本基本的入门书 把生酮饮食的 相关的一些知识方法 还有一些原理原则 介绍得非常详细 然后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本非常好的参考书 我今天就是要来介绍 这本书希望能够 引起大家的一个共鸣 谢谢 大家好 我是Annie 我即将在每个星期日的晚上 六点到七点半 开班授课 缓和修复瑜伽 课程中将以中医经络 结合因瑜伽的方式 带领大家放松紧绷的身体 释放紧张的压力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 听听自己的呼吸 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 感觉自己的身体 忙碌了一星期 留给自己一点时间 星期日晚上六点 安妮在语社工坊 与您相遇 要别人都要有自己很 你要有自己判断的标准想法 就是要多思考 因为现在声音实在太多了 我真的声音实在太多了 所以它就是某一样 你东西是不是真的适合你 是不是它就是一定是真理 都需要再讨论 甚至是不是 甚至反正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有没有去做 你自己做了之后 你不管你的那个 你听到 你是听来的 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那你有去做 它那个东西 才会成为你自己的 对才会成为是你自己的 所以不管是炼瑜伽 还是 你可能有 某方面 不一定是宗教方面的信仰 或者是宗教 我觉得都需要你自己去深入 但是你深入一定要小心就得了 但是你如果完全只是在捧 从旁边看 然后你就认为你了解了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段蛮大的距离 我自己怎么去看待修行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 这是我从我的角度 跟这本书里面 我一直不断的跟大家来分享的观点 就是 我举几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 我自己有遇过一些瑜伽老师 他们自己已经教十几年了 其实已经算很久了 我自己 我自己是教三年 我学十五年 教三年 那有些他已经教十几年了 那他们会来上我的瑜伽课 那他也讲很明白就是 我来就只想看你教什么 然后有人说 我就是什么都去上 我就是像很流行 什么空中瑜伽 阴瑜伽 然后什么 什么筋膜 反正就是 人家现在认为说 现在在流行的瑜伽的东西 他通通去学 然后什么 以子瑜伽 等等之类的 然后他就是 想要知道你在教什么 那这是一种人 那我也遇过那种 灵修人 他来到我的教室 那当然不是 直接面对我 而是可能是面对我的学运 或是我的助理之类的 然后他就说 我来看看你在做什么 或者说 我们家神明 要我来看看你的东西之类的 就像这种 像这种话 其实他一直都有出现 那其实在我的眼中就是 其实这些的行为的背后 代表是你是没有自行的人 那我觉得一个真正走修行 不管是走灵修 瑜伽 或者是所谓的 各式各样的修行 真正在走修行的人 他一定把他的生命课程 扣紧他的修行 也就是他不会去管别人在做什么 他只看到他的不足而已 他的不足是说 我哪边 我是不是打坐心飘掉了 或是我今天生气的 我慢心的 我是不是有把他 拉回来一点点了 我觉得那一点点就是中道 只要一点点 其实你每天都进步多一点 但是如果你每天 把那一点点放在别人身上 你什么都没有进步 因为你只在乎别人在做什么 你不在乎你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我记得前阵子 有看到一本书 那本书 那句话我非常的喜欢 他说 他说 一个伟人 其实只要把他每天的生活顾好 宇宙的每一个人 都会跟随他的脚步 也就是你不要去管别人 你把你自己身体顾好就好了 那其实我把这句话 送给很多的读者 或是很多听众朋友一样 就是你有把你自己身心顾好吗 你有把你生活顾好吗 当然瑜伽也是吗 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会问我说 语射你在教瑜伽的时候 会不会有学生要求你做出那些 那些高 高 对之类的 我说我没有 我教瑜伽三快四年 我没有遇过学生会这样 叫我做 那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作者 那我是语射 所以我可能跟一般的瑜伽老师的 那个历程是比较不一样 那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学生他如果要求我做 我当然会要求他做一样的动作 那如果你都做不出来 为什么要求我做呢 一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学瑜伽就是 我教瑜伽是因为我做得出来 所以我知道他怎么做是我教你 但是你做不到的 你为什么要要求我做呢 所以我觉得像我出版这本书也是 就是 我希望每个人就是把你的生命 跟你的身体 跟你的修行扣紧一点 而不是去管别人在做什么 现在太多人去管别人做什么 而不管你自己在做什么 没有错 但是你都是太关心 外在 外面的人事物 就是反而就是 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失去自己的感觉 那个失去自己是 不是说所谓你的自我 只有你自我失去了 就是你其实 每个人好像有一点不太了解自己 因为你都太关心 你会随着外界的世界 一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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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东西资讯什么 真的太多了 所以会转移你的焦点 但是你都没有一个时间 就是 其实我们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你难免 难免 因为身影实在太多了 但是 应该我觉得 多多少少还是要留一点点是 时间回来 看看自己 看看自己 不管是你自己的 你的身体 身体上面的 就是 或者是你自己心灵方面 或者是你自己的生活方面的 你自己 的人生上 你想要怎么做 我想要怎么过 就是多多少少就是 每天应该要留一点时间 来想象你自己这样子 那 那比方说来讲 我觉得 看了老师的瑜伽书来讲 我觉得也许瑜伽是一个方式 因为他 从他要练习的某一些态度 跟原则 或者是什么方面来讲 他其实是 让你专注在你自己身上 对 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他可能一开始是从身体 因为当你要调呼吸的过程中 其实我自己 我自己是虽然没有很严谨 我偶尔想要放松的时候 我会 我会就是 要让自己静下来 我就是 观察自己的呼吸 这是我自己的方式 因为它会让我很快的 稍微冷静下来 然后你会重新去 你可能在烦恼的东西 或什么 至少你再当下 你会慢慢静下来 你之后要再去烦恼 那就是下一刻的事情 可是那一刻是 我可以 不管是 可能你再静下来的时候 其实你的脑袋 你才会发现 你的脑袋有那么多的秩序在跑 它其实是 它其实是 不受控的 可是那个时候 你可能就是只能先让它 因为当我还没有 很厉害的时候 我大概就只能让它逝去 你就知道你说 原来这个就是我的状况 但是光是知道这样子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我每天有那么多的混乱 对 它练瑜伽的过程中 我觉得有某一部分 它其实 从老师的 瑜伽的某一些些态度 跟哲学 甚至是 你在练瑜伽的一些新书里 我觉得它也蛮能 难怪我自己要练 我有自从感觉 难怪它会 它会 它虽然没有每天 但是它每个礼拜 它会播一天天去 希望它自己可以做 练练瑜伽 其实是有它的道理来的 当然就是 它的确是有跟着老师 因为刚开始拟定 我觉得老师在说前面的声明 也还蛮不错的 就是 我好像也没有 真的也没有看过其他的老师 特别在他自己的 他的瑜伽书里面 自己讲说 你不能真的只看这本书 脸这样子 它的确是 因为你要顾及到 你的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它的难度 或者是说 如果就不一样的状况 就是如果就最基本的安全性来讲 它的确需要 至少有个初学者 有个 你当你是要刚走路的 有个人在旁边是老师 至少他在动作上 带领你 会是比较保险的状况 我在这本书里面 我提到很多 我去泰国 西伏兰达 学瑜伽的过程 那里面有一个 其实不能够把称子叫助教 其实他在日本也教瑜伽 要教十年 就是noniko 就是季子 然后我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nice的人 非常非常一个 就是 不管是他做事上啊 什么就觉得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 有瑜伽精神的人 然后我记得他 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因为他的老公是 澳洲还是加大人 那他的两个小孩子 就是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 就是完全没有东方的脸孔那样子 然后他的 他的小朋友 就是一直都跟着他 就是他去教瑜伽的时候 他就一直跟着他 然后已经都很大了 都大概已经有 大概八九岁十岁这个年纪的老大 那那个妹妹比较小 大概是五十 大概六岁了 大概是六岁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会带你家小朋友来 他不用上课吗 因为那十月 其实你都还是要上课的时间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自己本身是读东京大学的 人文研究的硕士 然后他说他读得非常非常辛苦 因为东京大学是日本的第一学府 对 然后他就他学得非常的辛苦 然后他自己也看了很多的日本的学生 跟台湾的学生是一样 就是一直补习 一直上课 一直补习 一直上课 然后他说很多的日本的小孩子呢 大学毕业之后呢 就只剩下读书之外 什么都不会 就是人际关系也不懂 经营 然后也不懂的 就是料理家务事 然后理财 他连自己的生活都顾不好 然后他说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 成为这样子一个日本人 所以他说他就一直带着他的孩子就是四处的出国旅行 然后他孩子会讲英文 会讲日文 然后也去过印度很多很多次 然后他就说 其实他认为说真正要去探索跟学习的不是在学校 学校没办法教你这些 是在你的身体跟你的世界 他说这个东西反而可以教你很多很多东西 那一个人如果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 那他自己就去探索他应该学习东西 而不是被强压 他说日本的教育就是强压孩子去学习 他超过他 或者他没有兴趣的东西 但是孩子的兴趣应该是自己来发展出来的 那你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如果是我是爸爸 我做到这样子吗 就是我的孩子没有读书 当然他也不是都没有读书 是说可能就是跟老师请假到大家出来 那样子 因为他觉得说 国小的教育不是那么的重要 其实要等他很后面了 他才自己去摸索他想要的东西 你知道吗 我会看到是说 一个第一学府的一个硕士 他竟然认为学校的教育 没有办法给孩子执政想要的东西 而是必须通过他的身体 跟一些外在的世界 那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觉得说 因为他瑜伽真的不是只是奥行配 他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 他可以让一个人去了解他自己身体之外 可以认识这个世界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也是我真的想要出版这本书的目的 是说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应该花多少时间去认识你身体 然后你的身体挑战完之后 你要去挑战的是你的舒适圈的广度 而不是只是活在你的舒适圈当中 对啊 因为我觉得 绿色老师 你自己 他你的生命历程过程中 然后你 我觉得老师的生活也很精彩 你什么都碰了 对 这样的过程中 然后你也看到不一样的那个 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 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参考 但但是 但是我觉得那都是你得 他会不会变成你自己的养分 都得你去 比方我看到老师的书 我会不会把它实践在我的生活中 或者我 我一定要做过才知道他是不是我养不药的 所以回过头来 你都还是要得 最重要的是 看书 是光看 是不够的 我觉得啦 光看不够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书 除非 那 他如果有给你某一些些提醒跟养分 我觉得我们都要试着把它落实 不管是你真的有没有去比方说看了我觉得我没有到底要练书 还是你只是把离家的精神落实在你的生活中 那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成长或者说不一样的收获啦 所以其实我们在定位老师这么说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你不管你不练书家其实都还蛮值得很想 因为他就是另外一种的人生的选择跟另外一个人他面对他的生活某个阶段 再比方说老师是他 老师你在这边是你练书家之后你有不一样的机会 他的某一个阶段他不一样的机会 都值得每个人看看这样 好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 那如果说对于我的御家书有更加的想要去了解他的话呢 都欢迎上狮子文化或者是上雨色的脸书粉丝团上面都可以看到 那当然也希望你可以继续来支持狮子文化所出版的一系列好书哦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 谢谢玉婷 谢谢雨色老师 好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华人网路心灵电台所播出的雨色新养生 在新养生当中呢雨色都会介绍不同的